柯震宇永遠站在真相的那一方 即使這個過程再孤獨 我也仍然會找出鐵證 為無骨者辯護到最後一刻 柯震宇律師為了求勝 負責手段製造假證據 他這麼做不僅違法 更讓整個司法體系蒙羞 我已經跟你說幾次人 又不是我殺人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才相信我 我把一切都靠住檢察官 我後悔 你這是我的選擇 為什麼 我幹嘛殺人 說穿了不就是為了要搞垮我 要就直接來 什麼叫做任何鞋子爛劍你沒輸過 我看你根本就是一個 在法庭上賣動專業的小丑 貸款的包子脫走了 剛搬家 公寓還是一個偉大父親的公子囉 我在雖然上把自己辯輸了 我確定真的沒有看到一個女的 就在我們那邊消失了 你每天到底喝了多少酒 他看起來了差不多二十五六歲 個子不高 穿著一個運動長褲 房東先生 你之前有類似這樣子的房客嗎 每天晚上的這個時間 我跟那個女的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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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到十點五十二分的時候 就又會恢復正常 我真的真鬼了 他已經一個月沒有擔心 FB了 他不會真的是女鬼 找我啊 真沒想到會在這種時候 遇到你 你是說你已經告衰了 然後碰到我更衰的意思是不是 正好相反 是我最近有點低潮 然後遇到了你 還有這些莫名其妙的事 我為了想要搞清楚 感到激發了我的鬥志 我們就好好相處 勉強當個室友吧 對你而言 這只是一場官司 你難道不知道 是我和他爸爸一輩子的痛 你就只能這麼看我嗎 對 我就是這樣看你 我是不是真的有點不盡人情 終究會為了一些傷害 女兒的事而付出代價 我的責任就是要找出真相 注意我個人的人品 別人要怎麼想 這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在全世界都看我笑話的時候 只有你真心的支持我 說你像哈士奇是真的 柔道爾很可愛是真的 想跟你當朋友是真的 覺得遇見你很幸運 也是真的 花開 成家了